下来还个焦点 前首相敦马尔迪早前布满他一手创立的国土斗士党 乖离初中 因此奋而率众退党 如今他最新的政治动向也终于确定 他带领13名前党员跳槽到土著权威党 随同敦马一起过档的斗士党前中委阿尔敏 昨晚在确认这项消息时投入 他们加入土权党 为的是延续未完的政治斗争 也就是团结举国上下的巫义党团组织 阿尔敏在脸书贴文中还上载两张 他们和敦马一起递交入党表格的照片 从巫统时代就和敦马形影不离的亲信 拿都斯里凯鲁丁也在跳槽的行列 阿尔敏认为他们一行人的目标非常明确 唯有透过团结的力量才能够拯救马来民族 较早前敦马就已经暗示他会应邀加入土权党 还表明有意担任对方的顾问 指点谋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